下半场 阵容方便的话 这边是小学生掏出了 拿到了自己对吧 熟练度比较高的使徒 这张地图使徒面对三猛男配空军 看看他能不能上来就找到这个空军了 抓空军是最香的了 然后守墓人这边的话 他的铲子是可以抵猫的 抓前锋带的是个闪现 抓前锋也行 但知道这人如果抓前锋 前期时间拖的久了 不是特别好去赢 不是特别好去赢 守墓人 这里好像直接来找这边的空军 但是空军一个加速拉开了 第一波猫拉近距离 直接刷掉10秒钟cd 架着这个点 空军 看一下小瓷的空军 这把枪很关键 这把枪很关键 这把枪如果说能够有利用的好配合着板窗交互加速 一波转进大房就很舒服了 这边看一下 跳过来 翻过去 漂亮 这波加速 身位上面再交一枪 这枪那晕的时间很久了 冲大房 我们看一下大房这边有没有队友能够接一手 大房这边是前锋 大房这边是前锋的话 这里打一刀 后面如果前锋帮忙顶一手祭司 不 这个空军再转的话 这个时间就很久了 这边先卡 先卡 先卡 绕 绕 绕 一波跳 好的 一刀打 闪现这个身位上面目前是不够的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前锋 一波翻窗加速拉开 外面的三台电机 风哥救我 我要往这个板子里面走 小绝神这边放猫 分裂 下板 闪现过来打 闪现过来打的话 那前锋这边吃你一波 吃不到啊 这边把猫拉回来 稳稳的把人挂上 外面也是三台电机了 我甚至觉得这边求者可以补救 这个空军补救 前锋在这边远远的看着 偷偷的看着队友走 对吧 外面野人修一台 守护人修一台 两台电机 这个铁屁股给他做够 小绝神是很难受的 对吧 你这边闪现交了 按开 这就很会打比赛了 救什么人 什么救人 不救 野人这边要救 可以 野人卡着的话风险更低一点 然后前锋外面再修一台 两台电机一样 依然修 能够 留给小绝神的时间不多了 他这边主动出去找机会 是唯一的办法 但是没有任何的机会给他找 就是你得去找机会 但是又没有机会 怎么办 只能是看这波穷者给不给机会了 穷者什么时候叫给不给机会呢 就看这波穷者 野人来不来救 野人如果来救 对吧 救不下来 挨两刀 人倒了 直接节奏不断 挂上了 那小绝神才有机会 野人如果不来 对吧 兜兜转转在这边看着 那我觉得小绝神这把 想要去针三 真的没有机会 不救呀 救不救嘛 然后你还得管这台电机 你管不管 你不管野人 我这边下猪来把这边大方的电机点掉 前锋这边满球 守木人两根铲子 穷者外面的话 前锋可能是个双坛 守木跟野人应该是两个搏命 这边前锋还拉走 野人过来补前锋的电机 这边来追前锋 守木人电机点完以后 前锋这边可以拉一波球往小房走 这样的话呢 就算倒也不会倒遗产机 双坛前锋 翻一个窗加个素 吃猫拉走 你一个一接的使徒 跳一波 距离上面可能不太够 这边再翻开 野人电机点掉了 守木人这边电机点掉 野人这边 抱一手 不能交球了 一刀打 没打中 秦王绕猪 我来个天 波波 哎呦我去 小房这边 往里面一进 野人点电机 守木人可以准备来进行救人了 守木人救使徒的人还是比较舒服的 这边 小街上也知道 这边等你们电机压好了 我这把想要去追一个多 难于上青天 只能管电机打了 他只能管电机打了 这边还不错 守木人这边骗了一根铲子 野人这边其中拉开 外面可以再补一台电机 三猛男的残局 小绝生这边得各种拖 把穷者道具全部拖完 才有可能去争一个三抓 但是现在这台电机已经修的太多了 留给他的时间真的不太够了 前锋这边还摸了个护臂 再摸了一个护臂 这开门战能力又增强一点点 两个猛男一起和修 天霸真是不给机会 就看不到机会 小绝生没办法 这种局真没办法 他现在 对吧 打到现在总共打了四刀 前锋一刀 野人一刀 空军两刀 切船送往过来秒 前锋 吃猫 好像还没吃到 没吃到 那这前锋拿球走 进前面交互点 一个翻野人过来赶紧点电机 知道你传送交了 那这样的话 对于小绝生来讲 开门战他还少一手技能 再过去已经来不及了 这里守木人稳到 对吧 铲子都交了 守木人再去翻 再去翻道具 电机已经压好了 电机已经压好了 这边 一刀 电机 点亮 守木人摸了根针 前锋这边的护臂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 护臂捡起来 小绝生可能待会还会 对吧 他被前锋 你怎么还有个护臂 猫跳住 一个护臂拉开 拦住 守木人已经在点门了 守木人已经在点门 两个人 野人 守木人 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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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圈圈了 这把小绝生 已经真的尽力了 可以说 这把的使徒 应该来说 就是没有任何的失误了 没有任何的失误了 每一个选择 每一波操作 在我看来的话 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 但是没办法 就是 求者拿出这套阵容 加上前期空军牵制的 还确实不错 这前锋还要玩一手 地窖在中场 可以恭喜 可以恭喜天霸了 那这样的话是天霸 在败者组率先 杀出重围 进入到了我们的深渊当中 好 带你走 那后面三只 手心手背都是肉 转个圈圈 可以 今天天霸打的确实很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